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来看一下内容题 习近平最爱胡同串子 彻底决裂太子党 微软发威胁报告 中国借AI分裂美国 耶伦警告北京中国企业援助俄罗斯 后果很严重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美国之音的文章表示 有关前中共解放军的国防大学政委上将刘亚洲 被判重刑的消息在传出了一年多之后 终于在近日得到了确认 分析人士认为刘亚洲案不仅是习近平整肃清理军中一己 排挤和边缘化潜在政敌的一部分 也标志着习近平与曾经帮助他稳固大卫的红二代太子党彻底决裂 习近平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党 其父亲习仲勋曾经是前中共政治局委员 也担任过中国的公务院副总理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但是习近平2012年担任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的情况就表明 他和太子党的关系并不和谐 文章说刘亚洲本身就是红二代 而且是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 她被判重刑 是习近平和太子党决裂的最新一幕 也是自薄熙来倒台之后 中共对太子党下手最重的一次 文章表示习近平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 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属于红二代可靠 他也和红二代们有着悠久的关系 其中之一就是他和前中共的副主席 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元的关系 刘元曾经担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总后勤部的政委 是太子党当中的顶级人物 他曾经协助前中共的总书记胡锦涛 打掉了军中的大老虎 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副部长古俊山 在北京的资深记者高瑜 在2012年11月份在德国之声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当中就表示 当年的4月底18大军委海选在北京完成 无论四总部还是军事院校 总后勤部的政委刘元都是得票第一 而五一期间胡锦涛接近了刘元 向他祝贺 还说你进军委看来没有问题了 刘元也曾经是习近平扫除军中贪腐最有力的盟友 然而就在中共军委副主席 郭伯雄 徐才厚等些顶级军中大佬 都被反腐反下台之际 在人们普遍预计刘元会更上一层楼 进入中央军委 甚至担任军委纪委书记之际 刘元莫名其妙的退出了军界政界 被边缘化到中国全国人大 当了一个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目前刘元更是已经淡出了中国政坛 文章表示 习仲勋家族和胡耀邦家族曾经关系密切 习近平和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 胡德华曾经关系良好 据北京的知情室表示 2012年时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指使中国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李东升 利用601办公室的传真机 向各个海外媒体发出了材料 曝光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财产 及其来源 当时的九个常委当中 只有周永康和总书记胡锦涛没有被曝光 当时纽约时报报道了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家族财富 而彭博社则在2012年的6月29号发布了有关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 标题是习近平的百万富翁亲属暴露中国精英财富 而据北京的知情室表示彭博社的报道发出来之后 习近平的姐姐习乔乔整理了一份材料 详述他名下的财产的来历和数量 主要是说明财产来源合法 而且数量远远没有彭博社报道的那么多 习家把这份材料交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2012年的7月13号 明镜网发表了一篇署名特约记者成名的报道 声称对习近平家族进行了商业调查 报道中详细的列举了习家财产的来源和实际的状况 得出的结论是彭博社的报道夸大其词 习近平家的财产既没有那么多来源也是合法的 2012年的7月16号和17号 德国之声连续两天发表了高于的文章 中南海应该成为财产公式的窗口 详细的转述了明镜网的报道 声称6月29号 美国彭博社因为报道习近平亲属惊人财富 网站当天就遭到了中国当局的屏蔽 而当年的7月13号 明镜网发表了特约作者成名对习近平家族的商业调查 这是针对彭博社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调查报道的澄清 也是中共从未有过的最高层家族的一份财产公式 根据北京知情室的分析表示 这份调查很可能是通过胡耀邦家人的关系送到海外的 2013年的2月27号 在炎黄春秋杂志社举办的新年聚会上 前中国的政协副主席马文锐的女儿马小丽 曾经提到习近平单独召见过胡德平 并且对胡德平受到习近平青睐 单独召见表示羡慕 同时希望胡德平借助和习近平的关系 促使他继续走改革之路 然而后来的形势发展显示 习近平没有继续改革之路 至少在政治观点上与胡德平和胡德华不尽相同 2016年胡德平胡德华和前中国副总理 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儿子 路德主持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被彻底改阻 似乎也表明了习近平和胡家的友谊走到了尽头 文章表示习近平虽然来自红二代 而且曾经得到了红二代的支持 自己也有红二代的优越感 但是却在上台之后坚决抛弃了红二代 北京的知情室表示主要的原因是 习近平仇恨毛泽东 仇恨邓小平 同时也仇恨几乎所有的红二代 在毛泽东时代 在习近平只有九岁的时候 毛泽东让他的爸爸习仲勋成为了反党分子 并且在文革当中做了八年的监狱 1962年习仲勋被打倒以后 习近平成为了反党分子的子弟 而那个时候当权的官宦人家都冷落习近平 红二代们谁都瞧不起习近平 欺负骑士和排挤他 当年与他为伍的人 多数都是落魄政客的子女 尤其是以自杀身亡的中国国家副主席 高刚为代表的落魄西北邦的人 例如高刚的一父子高燕生 是习近平儿时最好的朋友 还有因小说刘志丹 而受到整肃的刘志丹的弟媳 李建桐的女儿刘索拉 文章表示 习近平在文革当中的遭遇也显示 当十几岁的他落魄北京 无家可归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同情和救助他 他也没有办法像刘亚洲那样的红二代一样 参加解放军 只能够被迫到陕北的穷乡辟野 当下相知青 这些都似乎会让习近平有理由 对红二代太子党心存怨恨 当年他在陕北农村争取以工农兵学院的身份 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 高刚的遗孀 李立群当时恰好被周恩来安排在教育部当学生司的司长 由于习仲勋原来是高刚的老战友 根据北京的知情室表示 当年李立群出面帮忙 才使得习近平能够进入清华大学 习近平念旧 因此李立群一家后来一直受到中共的优待 文革以后虽然习仲勋重新出山 但是由于习仲勋不满胡耀邦被撤职 邓小平把他安排到了深圳常住 十多年不能够回北京 此时习仲勋的老友 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瑞 生前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有所提及 足以作为佐证 因此习近平也有理由 对邓小平时代以后的红二代怀有不满的情绪 分析师认为习近平对红二代还有一个顾虑 就是如果论起家庭背景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只是一个副国级的官员 比他级别高的和与他平级的高官很多 这些人的后代未必看得起习近平 在纽约的作家毕汝协就表示 那些红二代高干子弟或者干部子弟 都会对他有看法的 认为习近平不过是抽中了天字第一号的政治彩票 毕汝协表示他觉得出于习近平的性格 他要把那些红二代都打下去 因为只有老百姓的孩子才能够服服帖帖 对他畏首畏尾 他更愿意保持当年北京大院里那种子弟 每个大院子弟有的时候 他的周围都有一批所谓的胡同串子 也就是市民的孩子来捧着他 让他享受这种优越感 他觉得现在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情况 就是当年大院的一个翻版 以一个大院子弟为核心 周围都是一些马屁精 在美国的自媒体人王健也认为 他认为习近平统领的政治班子里面 大多是不学无数的马屁精 搞大政治方针和经济不靠谱 他质问道 习近平政治局里面七个小矮人能搞经济吗 台湾的资深记者专栏作家胡文辉 在评论中共二十届常委班子的文章当中也写道 说白了中共所谓入长期人 根本就是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小矮人 文章表示尽管根据陈云和邓小平的安排 太子党曾经一度非常强势 红遍中国政坛 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副国级官员 每家都至少有一个正部级的子女 但是习近平显然不买这一套 如今的中国政坛 太子党几乎绝技于省部级以上的高位 在习近平的执政团队当中 受国仅存的太子党就是张右侠 尽管已经超龄 仍然留任中共军委副主席 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就是张右侠的父亲张宗逊 是习仲勋的陕西同乡 曾经一起在国共内战时期的解放军 西北野战军当中任职 习仲勋是副政委 张宗逊是副司令员 两家人是市交 他们同属以高刚 刘志丹 习仲勋为首的陕北帮 或者是西北帮 与其说习近平用了太子党 还不如说他用的是自家人 不过最近也有传闻说 习近平现在和张右侠的关系 也趋于紧张 因为张右侠曾经在2012年到2017年 担任解放军的总装备部的部长 而前些时候被习近平清洗的他的继承人 后来担任中国国防部部长的李尚福 被接出在装备发展部任职期间有贪腐的行为 另外还有该部门多名的高级军官 也因为涉贪腐而落马 与此同时多个消息来源表示 现在稍微有些支持的红二代都比较清美 基本上都和习近平三观不合 尽管习近平在文革当中受了一些苦难 而且据认为很恨毛泽东 但是他还是公开的推崇毛泽东 他学到的也都是毛泽东的那一套 目前在中国的红二代当中 私底下骂习近平的人很多 对他不满是主流情绪成为了他的大忌 好 再来看一下微软发威胁报告 中国借助AI分裂美国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表示 2024年是世界上多个国家扎堆举行大选的重要年份 微软威胁分析中心的一份报告就指出 中国正在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 在社群媒体上利用虚假账户 来煽动美国社会的内部分裂 同时了解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之前的选民舆情 根据微软威胁分析中心最新的报告 中国正在加大力度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 和虚假的社交媒体账号 以煽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内部对立分裂 该机构的负责人克林特瓦兹 在周四晚间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就表示 中国正在利用虚假的社交媒体账号 对选民进行民意调查 了解他们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从而拨下分裂的种子 并且对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施加潜在影响 使其对自己有利 报告指出 中国增加了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使用 相关行动持续在肯塔基州的火车托轨 还有贸易岛山火等事件上投机取巧 以加剧民众对美国社会的不信任 文章当中还写道 针对美国国内具有争议的内政话题的民意调查表明 在美国总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前 中国方面希望更多的了解 哪些美国选民支持什么问题或立场以及哪些话题最具分析性 不过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迄今为止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 这一意施加影响力的行动成功的左右了美国舆论 微软威胁分析中心去年年底的时候曾经发布了报告表示 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社交媒体账号曾经利用虚假账号冒充美国选民 以影响2022年的美国中期选举 另外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表示 综合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的信息指出 微软上述的报告指出 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X平台当中的多个账户 从去年开始发布涉及美国吸毒问题 移民政策 种族关系紧张等话题的帖子 有时还让粉丝分享对总统竞选参选人的看法 似乎是为了了解美国选民的观点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帖子依赖初级的 生成是AI的生成图像 报告表示与中国相关的社交媒体账户 还推送了阴谋论的内容 例如声称美国政府在2023年 通过测试一种气象武器 而蓄意引发了夏威夷贸易岛沿岸的野火 在舆论造势的行动当中 这些社交媒体的账户通过数十个网站 至少发布了31种语言帖子 并且使用了AI生成的着火的沿海道路和住宅的图片 好 再来看一下耶伦警告北京 中国企业援助俄罗斯 后果很严重 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美国财长耶伦星期六 也就是4月6号的时候 在广州结束了 与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国公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历史两天的会谈之后 发表了声明 对双方广泛而富有成果的对话 表示满意 双方共同启动两项重要的新倡议 美国财政部星期六 也就是4月6号的时候 公布了耶伦的声明 表示 在我与中国同行进行的重要讨论之后 我很高兴 我们共同启动两项重要的新倡议 以推进美国工人和公司的利益 并协助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另外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耶伦在周六的时候表示 他与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 同意就平衡经济成长展开交流 双方也同意启动一个论坛 就各自金融体系的反洗钱工作进行合作 同时 耶伦也在会议当中指出 美国对于中国电动车太阳能电池板 和其他商品出口不断增长的担忧 并表示 他们讨论了产能过剩问题两个多小时 耶伦表示 我认为中国人意识到 我们非常担心他们的产业战略 对美国的影响 担心他们的出口产品 可能会涌入我们的市场 使美国公司难以参与竞争 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担忧 于是耶伦在会谈结束之后 发表声明的时候表示 这些交流将促进 围绕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讨论 包括基于产能过剩的关系 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 倡导为美国工人和企业 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一些贸易专家认为 美国增加对中国以生产为主 再加上补贴和债务去做驱动的经济模式的批评 是美国提高对中国电动车和绿能产品关税 以保护美国工业的第一步 不过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质疑中国产能过剩 这是一个伪命题 并说从全球的范围来看 优质产能不是过剩 反而是严重不足 美国新闻周刊在4月5号的时候 在官网当中刊登了专访谢峰的全文 因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只是发展新制生产力 以摆脱当前中国经济的疲态 于是中国不再大举的生产钢铁或者是兴建大楼 而是大量的生产电动车电池 发展生物制造以及无人机的低空经济 造成产能过剩 导致全球工序失衡 不过谢峰告诉新闻周刊 有些人指责中国产能过剩 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这是一个伪命题 从全球范围来看 优质产能不是过剩 反而是严重不足 尤其发展中国家能否从发展优质产能受益 是人类良知与能力的考验 对于各方质疑 中国补贴保护新能源产业 谢峰表示绝非如此 中国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 全靠全球市场竞争当中 形成的创新优势 以及经得其考验的品质 另外谢峰还指出 人们应该担心的是 不是中国经济会不会见顶 而是会不会错过中国机会的大饼 不是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 而是脱钩锻炼 阻碍全球经济复苏 地缘政治冲突 颠覆持续八十多年的世界和平 此外根据金融时报的信息显示 耶伦也强调 中国企业如果在俄乌战争期间 为俄罗斯提供物资支援 将可能面临严重的后果 而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周三和周四举行的 北约外长会议的每一次讨论当中 都提出对中国此事的担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